我要單點兩個 狼克恩虎彥的牛肉重汗 火完喝下咖啡之後 身體才算真的醒過來 現在才恢復講話的能力 今天呢是一個新的主題 就是我的weekend vlog 可能有時候週末有偷到一點時間的話 就會來拍一下週末的vlog 比較隨興一點的那一種 相機又沒辦法架好了 算了我等一下直接開車好了 那等一下去哪裡再跟你們講 現在人在林口的三井Outlet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超級超級好的 剛好很適合戴上昨天新拿到的墨鏡 說要入秋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秋冬置裝一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站逛了Nike 結果荷包就失守了 因為通常逛Outlet的時候都會抱著 碰碰運氣的那種心態在逛 就沒想到今天超級幸運的是遇到兩件以上 就直接再打六五折 而且是特價後再打六五折 那算是我近期逛Nike Outlet來折扣最低的一次 旁邊馬上出現一間閉光的店 旁邊馬上出現一間閉光的店 經典的旅遊背心 看小腳 已經到了 來背心的季節了 Dance還是正常發揮的非常便宜 有我介紹的這一雙 而且現在特價 1990 再找這一雙的 可以出發了 然後旁邊 還有深藍色的 基本款的 還拿好了 大家直接看這邊型號 有44DX的 VANS我就稍微忍住 不過我覺得有很多不錯的 有空可以來看一下 不知道 像這種比較沒有主題性的Vlog 大家會不會喜歡 喜歡的話 就留言 然後之後可能就會比較多這種生活的 大家如果有逛ISPO的話 可以看一下他們的襪子 最近很常買他們家的 像這雙我就有買 Smart Woo 討成不會臭 然後是真的很好穿 今天今天穿 美金龍 就來逛一下 美金龍 哇 馬上發現 桌角上這個 十號藍 有一個RIDER TELL 橘銀的配色 帥黃 叫我帥黃 山頸還有一個非常值得逛 這是 Fraining Outlet 新裝外套 當然是 金門超級的 List 好幾天 等一下要去逛一個 重頭戲的店 逛的時間應該會比較久 所以要先去 上個廁所 我現在在這一區呢 所以我每次來山頸Outlet 最喜歡逛的一區 同時也是我覺得 來山頸Outlet 最值得逛的一區 如果我現在後面就是 Beans的Outlet 然後Beans旁邊就是 Urban Research 這兩間Outlet 對面呢 又是 JS的Outlet 直接三間日本 超讚的選貨店 都在這一區 不過通常像這種 日系的選貨店 裡面都是 不太能夠拍攝的 所以我等一下也 不特別問 因為通常就是真的不能拍 少講一間 還有一間 非常值得逛 就剛剛在最危險的那一區 反而沒有消費 因為我猜有可能是 現在時間是 9月底的關係了 已經過了 上面Sales的那一段時間 所以呢 店裡面的 陳列我個人覺得 算是還滿空的 就當審核包 而且一直是 該去正貴 買新品了 撤 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台Sony的A6400 是我兩年前 送過自己的生日禮物 然後從那之後呢 頻道的影片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用這一台相機製作的 它真的是一台非常好用 然後很輕巧的相機 但是前陣子開始 有時候我在外面拍攝的時候 調整好的設定檔 它會自動的跳掉 雖然說不是什麼大毛病 但是還滿影響在拍攝時的流暢度 還有那個拍攝當下的感覺 然後現在在拍攝的呢 是我的新相機 也就是 為什麼 我最近要清二手衣的原因 我沒那麼多現金 趁這台640拿去維修的時候 好好熟悉一下 這位新朋友 那就簡單的 換個裝 出門 好 我喜歡 是 小玉扇唇 到家 在分享之前来回答一下 大家上一支影片很多人留言问的问题 就是我身后这两张新的录影椅 是来自哪个品牌 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品牌 叫Bread Design 可以简称BD 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他们家的产品 也没有到很完整 之后有机会的话 再来做一下他们家的品牌介绍 因为他们家的东西做的真的是 超级超级有质感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身后的这个录影桌 跟我现在做的这张椅子的品牌是一样的 是来自韩国的Helinox 然后我自己搭配了硬的桌板 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问过还蛮久的 就是我的开箱小刀 是来自Kershaw的 然后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大家可以去军用品 或是登箱的名店找 那现在就要来快速的开箱一下 这次去好之多买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韩国的传统海苔 主要是它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到太咸 可以直接当一般的零食吃 这就是海苔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实在就是这个 也是以前就吃过的冷冻的米汉堡 这个米汉堡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是我第一次吃是在高一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我刚刚离家到外县师念书 当时呢就是在住宿的冰箱放这个米汉堡 至于味道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的 不太会吃腻而且这个油夹杂了蛮多回忆的成分在里面 接下来这个 一样也是回购的商品 这个是沐浴乳 虽然我现在沐浴乳有两到三罐会交替着用 它的架构记得四百多块左右而已 而且它超级大罐的 就算每天用可以用个差不多一年左右 所以CP值真的还蛮高的 它的味道这虽然上面没有特别形容 但我自己用起来是觉得有点点偏木质调的清香 如果想要换Muru的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接下来都是之前没有特别买过的 首先是想说冬天到了 就买了一个冲泡的可可粉 那虽然他们家的可可粉我还没有吃过 但他们家的冰棒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这个冬天就买来试试看 接下来是这个泰式绿咖喱机 这个算是我这次去好试多的目标商品 因为这个是可以直接微波加热就可以吃的 好不好吃吃之后再跟你们分享 再来是这个拉面组合包 一样如果好吃的话再跟你们分享 好那以上就是好试多这一次买的东西了 接下来跟你们分享三井奥类的战利品 这次去Nike它的折扣真的下得超级超级低的 买了一件背心运动跟打球的时候都可以穿 它的原价是1180打折完的价格是680 再来就是我很久很久没有买的篮球鞋了 看到这个符号 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的鞋了吧 里面中的就是这一双 Terry 那会买这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刚好最近缺一双篮球鞋 然后这一双我觉得颜色对了 再加上它的价格 配上昨天的活动真的超级超级便宜 定价是4200元 折扣完的价格是2490 再配合昨天的活动折扣下来 折扣完的价格是1618 能不入手吗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条我觉得是 这次去Nike Outlet被我挖到的宝 它是一条慢跑短裤 然后可以看到它是有做一个灰色的内里的 而且很特别的是它的内里是这种厚的 而且还是有做刷毛的 不过这件短裤它还不止这样 它的侧边还有一个扣子 把扣子打开 它的内里是可以直接拿出来的 外面一样可以当作一般的短裤来穿 而且每个口袋都有附上慢跑裤 最需要的拉链 而且我猜有可能是因为担心 内里如果是纯刷毛的话 对该边会有一点点很不舒服的影响 所以它的内里 还有做了一个网袋的内里 所以这是内里里面的内里 只能说这件短裤 几乎是把细节能做的都做好做满了 这件短裤它的定价是3080 因为它是两件事 然后它折扣完的价格是2480 配合当天的活动 再折扣下来这件短裤的价格是1612 1612等于买到两件短裤 我觉得超级划算的 那我想应该会有蛮多人想要找这件短裤的 我就把型号念给大家 它的型号是DM4633 010 然后我穿的尺寸是XL的 那接下来就来分享这个在北点购物的腰包 那会买这个包就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颜色对了 再来就是这个包很轻 那这个包原价是1780 不过它的折扣就比较普通一点了 它只有打了85折 折扣完的价格是1513 算金额不高 但以折扣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outlet感 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逛一逛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Weekend Vlog的分享 算是一个新的主题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在留言让我知道 说不定之后可能变成一个新的系列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 记得网络IG 对我频道 我是饿乐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